OdioJungle 已造成11人死亡,272人受伤,仍有6人失联,其中,遇难大陆游客人数升至4人,失踪陆克人数为5人。据悉,这5人被入住云门催堤,漂亮生活旅店的陆克一家5口祖孙三代,搜救人员目前持续救援中。 据了解,9日凌晨搜救现场疑似发现人的脉动,台湾其绿媒体报道称,台湾花莲墙镇,镇碎了好多人的心,5名陆克的家属均心急如焚,跨海找人,希望台湾民众能帮帮忙,如果看到5名陆克,请向警方通报。 对此,有台网友表示,两岸血浓于水,都是中国同胞,台媒报道截图报道称,5名大陆旅客赴台旅游,2月6日晚强震前,还用微信与大陆亲友联系,之后5人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失联了,家属找不到人,跨海打电话查询。 据悉,他们入住的饭店,就是漂亮生活旅店,也就是倒塌大楼的其中一栋,但截至目前为止,并未从倒塌的大楼中找到,但家属并没有放弃希望,希望有看到他们的人,能够联系警方。 据知情人师指出,失联的5人分别为76岁老翁丁文昌,75岁老妇何凤华,39岁男子杨洁,40岁妇人丁,收惠,12岁青少年杨浩然。 此外,失踪名单中,还包括一对加拿大集中,国香港夫妻,台当局拒绝大陆救援求助日本对于花莲地震,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,国台办,海协会紧急启动涉台突发事件应急机制,了解灾情和救灾情况,愿派遣救援队赴台协助救灾。 对此,台当局却拒绝了,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黄崇燕称,有关灾害的救援等方面,台湾相对发达,援救人员和设备方面目前并不短缺,但台当局统一请日本协助,并称日本拥有高阶探测仪,并有专业训练的救难人员。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,9日凌晨,东京消防厅、海上保安厅和警示厅组成的日本搜救队,带着生命侦测仪,进入花莲云门催堤大楼灾区,与台消防部门特搜人员编组合作,挺进现场搜寻。 国台办,花莲地震牵动大陆同胞的新星期日上午,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与花莲县长傅坤齐通电话,详细了解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,以及救灾工作进展等情况。 张志军表示,花莲县发生的地震,牵动着大陆同胞的心,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,面对灾情,大陆同胞感同身受,得知灾区缺少专业救灾人员,我们愿派遣救援队赴台协助救灾,并愿意及时提供各方面必要协助。 花莲县县长傅坤齐对国台办和大陆民众的关心和慰问表示由衷感谢,称将与国台办保持联系,综边海外网络。